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将介绍环境模型强化学习算法的概要 然后我将分为两个部分 通过基于环境模型的驾驶函数优化 以及基于环境模型的策略函数优化 来给大家介绍这里面的精髓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 在机器人里面的应用 我们之前的课程都是基于Model Free的强化学习算法 这里Model Free的意思是说 我们并没有环境模型 我们通过直接跟环境进行交互 比如说采集到这些experience 然后来训练我们的策略函数 通过Policy Gradient来训练 然后对于我们价值函数的补迹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MC蒙腾卡罗 以及TD的算法来优化 我们在最早课程 就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课程的时候 然后我们介绍了MDP的马尔科夫决策过程的一些概要 里面有两个算法 就Policy Iteration以及Value Iteration 这两个算法是基于环境模型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Oracle环境模型 这个动态是怎么迭代 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计划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并没有一个环境模型 这样可以直接去Query它 所以我们只有利用Model Free的一个强化学习算法 就是没有任何环境模型 然后去估计去优化我们的策略函数 以及价值函数 但我们这次课程又回到了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 这里跟最早的MDP的一个区别是 我们通过去估计一个环境模型 来更好的优化我们的价值函数 以及策略函数 所以这里的要点是 我们通过跟环境的交互 得到的这些Experience 来学习一个环境模型 然后我们得到了 这个学习好的环境模型过后 然后我们利用它来改进我们的价值函数 优化以及策略函数优化 之前的Model Free成化学习 是说我们有一个Agent跟环境 直接进行这样一对一的交互 环境返回了这个奖励 以及下一个状态 然后Agent得到下一个状态过后 然后他会采取一个行为 然后再返回给环境 然后我们这里讲的基于环境函数的 强化学习算法是说 我们可以让这个Agent 不仅跟环境进行交互 也可以跟这个模型进行交互 你可以看这个地球 中间这个地球 就是对我们这个真实环境的一个建模 所以我们这里Model指的是环境模型 就对环境进行一个建模 这样一个环境模型的话 它具有了这个动态转移 以及这个奖励函数 这里也是一个利用环境进行这个Planning的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环境模型 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个环境模型 来进行一个这个Planning 这样可以更好的估计 我们需要采取的这个策略 以及价值函数 Planning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环境模型 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计划 这里一种方式是说 我们从环境里面采取到各种的experience 这experience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观测 就是状态转移的观测 那么可以利用这个观测数据 来学习一个转移的一个模型 就是transition dynamic model 或者一个reward function 这样得到这个模型过后 然后可以利用Planning的一些算法 来得到更好的一个策略 这里我把它 我把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 分为两类 就一类是基于环境模型的 价值函数的一个优化 就怎么在价值函数的一个优化过程中 引入环境模型来改进我们的价值函数估计 这里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pipeline 是说我们如果说得到了这个环境模型过后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环境模型进行采样 这样就会得到很多这个simulated trajectory 就是跟环境产生 环境模型产生的这个轨迹 那么这些轨迹 我们可以也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一个轨迹 然后进行这个价值函数的优化 这样进行一个backup的一个过程 就会得到我们的价值函数 得到价值函数过后 我们可以通过greedy的办法 得到这个policy 另外一个利用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 是把环境模型引入我们的策略优化之中去 就这样我们策略优化 就通过这个model来改进我们的这个policy 这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个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的大致结构 我们这里不仅有价值函数 策略函数 experience 也多了一个model 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experience 有了一个更 更有了第二个用处 我们之前是利用这个experience 来估计我们的价值函数 以及策略函数 现在我们把这个experience 多了一个model learning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experience 自身就带了这个状态之间是怎么转移的 那么可以去学一个模型 然后来model它的这个状态转移 所以这里就体现出了 这个reexperience的两个用处 一个是用来估计我们的价值函数 策略函数 另外一个用处 是用来估计我们的这个环境模型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个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呢 这里很重要一点 是它这个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 具有很高的这个sample efficiency 之前我也说过 就sample efficiency是在我们强化学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之前的强化学习算法都是在这种simulation里面 就比如说打游戏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很大量的这个数据 就sample efficiency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强化学习算法 真正要用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的时候 那么sample efficiency就变得非常重要 比如说在这些机器人的应用之中 用机械手臂跟这个环境 真实环境 比如说开这个门把手进行交互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昂贵的一个过程 因为机械手臂非常昂贵 而且它也非常脆弱 很容易机械手臂就会出现故障 所以我们需要提升这个sample efficiency 如果我们需要把强化学习真正用到现实生活中去的话 就需要提升它的这个sample efficiency 所以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 是提升sample efficiency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这里环境模型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 就监督的一个方法来得到的 那么多了这个model过后 然后就可以让很多策略优化以及价值函数优化变得更容易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于不同算法 它sample efficiency这里越往左 它的sample efficiency越高 越往右 然后它越低 然后你看到最右边的这个算法 是基于这个evolution进化的算法 以及这个gradient free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并无法 因为在这些进化算法 以及gradient free的方法里面 我们并不能得到它的这个gradient 所以就只能通过大量的sample 然后去尝试 这样才能去优化 那么第二其次的是我们这个onpolicy policy gradient 就policy gradient这个方法本身是onpolicy 就主要是onpolicy的这个算法 它效率都是非常低的 因为它只有它优化的这个方法 它用优化的这个policy来采取data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慢 然后中间这一个是actor critic 就是把我们这个critic这个函数结合进来 结合到policy gradient里面 就形成了这个actor critic actor critic的sample efficiency还算不错的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offpolicy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offpolicy hulerlin以及offpolicy sack 我们上次介绍了这些这种策略优化的 offpolicy办法 效率都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了两个策略 就是通过采集数据的这个策略 以及它优化的 优化的策略 所以可以把这两个过程decouple开 这样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sample efficiency 然后这里最左边的是我们去环境模型的 强化学习算法 它具有非常高的这个sample efficiency 因为我们把为什么呢 这个大致的一个想法 一个原因是我们把采集到的这些experience 一些数据 用了一个来直接补及了它的一个转移函数 如果这个状态并不是这么复杂的话 这个环境函数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得到一个准确的环境函数过后 然后就可以进行很好的一个策略 以及价值函数优化 但是这个基于环境函数的强化学习也存在两个问题 就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在这个优化的过程中 就不仅是对我们环境函数 价值函数进行了一个近似的一个优化 比如说我们用神经网络来拟合 对于这个环境模型自身 我们也可能会利用一个函数来拟合 这样就会有两个误差 另外一个原因是 在这个环境模型里面 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误差 它并不能保证这个guarantee 所以就使得整个优化过程也可能变得更不稳定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环境模型 这里model指的就是环境模型 model这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就一个是它的一个状态转移矩阵 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当前状态 以及我们当前要采取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下一个状态是怎么转移过去的 如果我们得到这个状态转移矩阵过后 状态转移模型过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状态 就对这个模型 概率模型进行采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模拟 它这个状态的进行 环境模型的另外一部分 是基于这个价值函数的一个环境 就是当我们当前状态 我们采取了行为 然后我们可以估计 我们得到了多少的奖励 然后我们这里通常是假设 这里状态转移 以及这个奖励函数之间是 一个独立的一个关系 有些时候环境模型自身是非常容易得到的 或者已经已知了 比如说在我们下围棋这个过程里面 围棋的自身的规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它这个模型状态之间的转移 是deterministic的 所以是非常容易就直接就得到了 另外是我们在一些 比如说这个开车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physical模型 就物理模型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比如说这个车辆自身的 这个dynamic model 以及它的kinematics model 也是比较容易得到 就是它能转什么样的弯 然后它给定一定的角度 然后我们再进入 仔细来看一下 基于环境模型的价值函数优化 我们这里目的是想去训练一个环境模型 那么这里能踩到的数据 就是会得到很多的experience 这个experience可能是我们的 这个behavior policy 去跟真实的这个环境进行交互 然后得到了很多这样的experience 这个experience得到过后 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来学习 我们的这个状态转移了 就直接通过这个监督的一个办法来学习 比如说我们得到 我们知道当前状态 以及我们采取当前状态 采取的动作 然后我们转移到下一个这个奖励 有没有得到奖励 以及下一个状态是什么 这样的这个tuple 我们是直接可以从这个experience里面 直接提取出来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于这个状态转移 至于这个奖励 奖励函数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 regression的一个问题 一个回归的问题 就给定了当前状态 以及当前的这个行为 我们知道它后面的这个奖励 那么直接就训练 通过这个监督的一个办法 训练一个回归模型就行了 对于这个状态 自身的转移 就s a 以及转移到下一个状态 s'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这个density estimation的一个问题 也可以通过一个监督的办法来优化 我们这里 可以选取一些常见的一些 loss function 比如说这个mean square arrow 以及kdivergence 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去优化 这个 学习这个环境模型的函数 基于这个环境模型本身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模型 这里我列了五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这个table lookup 环境模型 然后线性的一些环境模型 然后gaussian process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环境模型 因为是我们这个环境模型本身的这个转移转移转移估估计可以当成一个density estimation的一个方法 所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来估计也可以用神经网络的方法来估计 这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最简单的这个table lookup环境模型 就直接用一个table来一个表示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估计一个mdp 它的这个状态转移矩阵 以及它的这个奖励函数 那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数数 这个counting的办法来估计它的一个状态转移 比如说我们采集到了很多轨迹过后 然后我们知道给定了某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采取某一个行为 然后进入下一个状态 那我们直接把这些这种pair直接把它拿出来 然后通过一个数数就数数的一个方法 这样就可以直接估计到它的这个状态转移 同理对于这个奖励函数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数的办法 就是说在当前状态我采取某一种行为 然后得到了多少奖励 那么直接通过这种weighted sum weighted average的方法 这样也可以很快的估计出它的这个奖励函数 这里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mdp 比如我们现在有两个状态 就a跟b的一个状态 这里没有任何discounting 那么假设从这个状态 markov process里面 我们采样得到观测到了八条轨迹 八条轨迹是由这样决定的 比如说第一条轨迹 它是从a状态开始 然后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然后到达b状态 然后b状态 然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第二条轨迹是直接从b状态开始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奖励 然后结束了 第三个轨迹也是从b状态开始 然后得到一个奖励 然后结束 这样就是一个轨迹 那我们得到这个八条轨迹过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 开始 估计我们这个状态转移了 我们从得到这个轨迹里面 可以发现 我们这里a到b的这个转移 因为数数的方法 我们只采集到这一个轨迹 一个转移 那么只要是从a开始 那我们就知道 它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然后回到b 然后我们假设从b开始 b开始的话 我们通过数数 你看这里b 然后b 如果是到达b过后 然后有123456 然后有六个情况轨迹 然后我们得到了1的奖励 那么另外有两个情况 比如说这个情况 跟最后一个轨迹 然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那么就相当于6除以8 然后我们就知道有75%的概率 然后从b 只要是到达b 我们就有奖励为1 然后结束 然后另外有25%的概率 是我们从b开始 然后不会得到任何奖励 结束 这样我们就可以鼓继出 这个状态转移 以及它的这个奖励函数 就通过这个八条轨迹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 得到这个环境模型过后 然后我们如何进行 planning一个计划 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办法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鼓计好的环境模型 让我们直接对它进行采样 这样就会得到很多轨迹 很多轨迹过后 然后就可以利用之前我们学到这些model free强化局的犯法 比如说mc control sasa q learning的方法 然后鼓计出它的每一个状态的价值 这样就可以进行行为了 所以你看当我们得到这个model过后 那么可以直接对这个model进行采样 采样过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虚拟的一些轨迹 通过这些虚拟的轨迹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mc sasa q learning的方法 然后对它的这个价值函数进行估计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 起到一个planning的一个目的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planning 在这个mdp这个例子上面 之前我们说到 我们得到这个八条轨迹过后 通过这个观测到的八条轨迹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重建出它的这个环境转移模型 环境模型 然后得到这个环境模型过后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采样 比如说这样我们采样 然后对这个古迹出的这个这个例子 然后进行这个采样 那就会采到很多轨迹 采到很多轨迹过后 那么可以直接比如说用mc的这个办法去 古迹 因为mc就是sample based 我们可以直接去取一个这个平均 那么就直接主要是从a开始的 那么就知道它会得到一个1的这个奖链 因为这个轨迹采样出的轨迹这一条跟这一条 我们考虑从a开始 然后通过这个cumulative 然后到达b过后 然后都会得到一个奖链 所以它的这个状态a的这个价值就为1 对于状态b的这个价值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采样出来的这个轨迹 古迹出它的这个b的这个价值是0.75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 我们这个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预算法 得到了这个结果 它只能是跟我们古迹出的这个模型的准确度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当我们这个模型 环境模型本身并不准确的时候 那么这个planning过程 那也会得到一个并不是这么准确的一个策略 那么这里可以采取的一个办法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智信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古迹出的这个环境模型 然后它会输出一个它的一个智信度 如果当我们智信度低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model free的一个一个办法 就不用这个模型 然后去做planning 所以所以这里对环境模型建模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用一个pobularistic model去建模 比如说basian 以及这个gaussian process 然后这样的环境模型 它自身已经带了一个不确定性 它在输出输出结果的时候 它也自身带了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不确定性 来决定到底我们是用model based 或者model free的强化预计算法 所以这里我们有两种experience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环境模型过后 我们可以通过采样这个环境模型 然后会得到这个simulated experience 这个experience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古迹出来的环境模型里面 采样得到的这些轨迹 另外我们有real experience real experience就跟我们之前介绍了 介绍了这些model free的方法 就直接跟让这个agent跟环境进行交互 这样就会得到这个实际的一些轨迹 我们在这个策略优化以及这个价值函数优化 是想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就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些model free的算法 它自身并不带有环境模型 那我们直接通过跟环境进行交互 然后得到了这个价值函数或者策略函数 那么这里又有了一个model based的 就大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sample based planning 然后这样去学习到一个模型 那么就可以plan我们的这个value function以及policy function 通过这个虚拟出来的这个experience 那么这里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算法 就是第一纳这个算法 第一纳这个算法 它就是通过这个real experience里面 估计一个环境模型 然后通过学习learning and planning来重新估计的它这个价值函数 就通过真实的这个经历以及这个simulated的经历 来同时学习以及plan这个它的价值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ina这个方法 因为这Dina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又单独的一个章节 因为这个方法是Richard Santos在1991年然后提出来的 整个有个第八章然后都是在关于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在现阶段的这个强化学习方法里面并不这么出名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解这个环境模型强化学习方法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方法里面 它有两种experience就是real experience跟simulated experience 你看到这个real experience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直接拿来更新它的这个策略函数以及价值函数 另外一个作用它是拿来估计了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模型过后 我们可以通过search and control的办法 然后产生这个simulated experience simulated experience跟real experience 然后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更新我们的这个策略函数以及价值函数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real experience并不多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采集出大量的这个simulated experience 来填补这个real experience的部组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低纳算法的一个框架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通过 这前面ABCD这个步骤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model free的一个方法 然后估计出这个Q函数 然后第第五步一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是来估计了一个环境模型 我们得到了这个环境模型过后 然后这里DF步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重复采样的一个过程 但我们有了这个环境模型过后 那么可以从之前然后的状态开始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随机的一个策略 然后对这个环境模型 然后进行采样 这样就会得到大量的这个虚拟的这个simulated experience 那么得到这个虚拟的experience过后 然后我们可以更新这个用这个得到这个轨迹 来通过这个Q learning的方法 来更新我们这个Q 所以这个过程就Tabular Dialog Queue 就是把这个Direct Isle 跟这个model learning两者 然后结合起来了 然后它在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环境里面 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比如现在开始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任何planning的这个过程 在零步的时候 那么它就只可能得到一步 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 比如说这个valuatoration 或者policyatoration 那么它就只能得到一步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如果通过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学习一个模型 环境模型 那么通过得到这个环境模型 然后可以产生大量的这个轨迹 那么就可以直接对它每一个状态 然后都进行一个大势的一个估计 这里它的这个curve 这个显示出的结果 就是横轴是它的这个episode 纵轴是它每一步的这个step 就从起始点s 然后到达这个构点 你会发现它如果没有任何这个planning的话 它需要的这个episode是非常多的 如果它有了这个planning的过程 它可以很快的就降低它这个步数 就很快的就会得到一个这个grade strategy 就从这个starting location 到达这个goal location 这也体现出了这个模型的一个价值 因为你可以通过少量的这个真实轨迹 然后估算出一个模型 那么对这个模型进行采样 就会得到很多各种不同状态的一个轨迹 那么再来看一下基于环境模型的策略优化 就model-based policy optimization 之前的这个model-based value-based 是大致一个方法是我们通过这个轨迹 实际的这个real experience 或者real trajectory 然后学习这个模型 然后学习这个模型过后 然后我们对这个模型进行采样 然后会得到很多simulated的experience or trajectories 然后对这个simulated data 然后进行一个backup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估计这个value 然后从这个value function Q function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策略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模型 来优化我们的这个策略函数 就得有了这个模型过后 我们借助这个模型 来改进我们的这个策略函数 我们这里来介绍一下 如何把这个模型整合到我们的policy gradient里面去 就之前我们说过这个policy gradient 它自身是一个model free的一个方法 它只关心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推导 因为当我们取了这个log 以及取它的关于函数的这个gradient过后 这个translationdynamic自身就被cancel out 所以它并不是跟这个环境模型有任何关系 就知道我们这个一个推导 就取了这个log过后 然后我们这个环境函数这个部分 我们并不需要 那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知道这个环境函数 是不是可以改进我们的这个策略优化 基于环境模型的策略函数优化 受控制轮影响是非常深远 因为在我们这个控制过程 也是为了一个优化一个controller 在优化这个controller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一个环境模型 这个环境模型 通常我们是叫这个system dynamics 就system dynamics大致就是定义成 有了我们这个之前的状态 我们采取一个控制的一个signal 然后下一个状态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优化过程当成一个 这个在优化 这个把去优化 这个system dynamics 这个过程 引入到这个优化过程之中去 所以在我们这个op your control 里面就有这个价值函数 我们有这个cost function cost function就是每一步 我们就是想控制 使得这个cost function尽可能的小 但我们让这个过程 然后它加上了一个condition 这个condition subject to 它就是满足这个动态system dynamics 就是它这个动态转移是需要满足 在这个情况下面 然后去优化它的这个action 所以这个omnio control 跟强化学习之间是有很深远的一个联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来看一下 这个optimal control的一个优化过程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车辆 避开这个障碍物到达一个目标点 那么这个过程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这个optimal control的一个优化过程 通常我们是说这个system dynamics 是已知的 如果这个system dynamics是已知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 optimal control的一个问题 这里的cost function在强化学习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这个reward function的一个附属 就是negative reward 再解这个optimal control的话 在这个control theory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现成的算法 比如说这个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 LQR以及这个ILQR 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 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就当我们定义好这个system dynamics过后 然后就要去解这样一个轨迹的一个优化 就是在每一步 然后它需要用多少多少的这个action 那么都是可以用线程算法去优化的 那么这里再来看一下 这个optimal control是怎么跟我们的这个 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结合起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法一 这里有好几个算法 首先我们说这个dynamic model本身是不已知的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trajectory optimization 跟我们的这个model learning 两者结合起来 那结合起来就有了我们这个算法一 你看到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random policy random policy跟环境进行交互 然后可以得到很多这个轨迹 那我们利用得到这个轨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学一个这个dynamics model 这个dynamic model 就是说我们之前是model没有的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古迹出来的一个model 就通过一个监督的一个方法 通过这个去minimize这个mean square loss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fx 当我们有了这个fx过后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trajectory optimization 这样去调用这个fx8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optimal control的方法去优化 然后就知道它每一步的这个action 所以看这里我们第二步就是用了一个这个 强奸度的办法去估计它的模型 那么第三步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LQR 或者IQR的方法去计算出这个最佳的这个轨迹 然后再这样就同时我们做了这个轨迹的一个优化 以及这个model的earning 但是之前那个方法的话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它存在一个drifting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对这个轨迹进行优化的时候 如果在最早的时候出现一点误差 那么产生的这个轨迹可能就离得非常远了 而且它这个轨迹的话有可能会掉入某一个区域 我们这个模型之前这个采样 并没有任何采样到的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对之前的这个算法1有了一个改进 所以我们加入了这个iterative一个优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就变成了这个算法2 算法2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random去采数据 那么这里有个iteration有个loop的一个过程 就我们当当得到这些轨迹过后 然后我们去古迹的dynamic model 得到这个dynamic model过后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轨迹进行一个优化 trajectory 然后得到这个轨迹优化过后 然后我们就会去产生一些 这个action产生这些action过后 就会产生新的一个轨迹 新的这些轨迹就有可能会落入一些 我们之前这个数据里面这个dataset里面 并没有采集到的一些状态或者一些区域 那么可以把这些数据也包含到我们的训练数据里面 然后回到最最前面这一步 然后再重新学习我们的dynamic model 这样一个iteration的过程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dynamic model 不停的进行更新 然后这样就会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环境模型 但是这个算法也是存在一些问题 就之前的算法的话 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个all planning action的时候 是在我们在古迹这个模型之前就会执行的 这个过程的话就有可能使得我们这个产生的这个轨迹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离我们需要达到轨迹非常远 所以我们这里想把它进一步改进 进一步改进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点都进行这个planning 但是我们实际执行的时候并不把整个轨迹执行 我们只执行一步就每执行一步 我们把后面所有的轨迹都把它轨迹出来 这样的一个iterative过程就变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个算法 这个MPC就modal predictive control 这个MPC是在自动驾驶以及控制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算法 它的大致想法是说我们对整个轨迹进行优化 但是我们得到这个planning优化出来过后 我们只执行最前面的那一个轨迹 当执行最前面的轨迹过后 我们再来重新进行我们的这个replan 所以看到在这个MPC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产生整个轨迹 产生整个轨迹 但是我们只采取实际 只采取一步 执行了这一步过后 我们又重新进行一个一个整个轨迹的一个planning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算法进一步改进 把MPC的这个思想引入到这个model learning 这个思想里面去 所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个loop every end step 然后我们来估计我们的这个dynamic model dynamic model过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loop 这里loop就是loop each step 当执行每一步过后 比如说用现在这个FF 用我们的这个system dynamic 来选择我们的这个action 然后我们来执行实际plan的第一步 执行了这一步过后我们得到这个状态 然后把这个状态转移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模型里面去 然后又来来进行一个这个planning planning过后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模型进一个重新的一个估计 然后有了这个过程过后 然后我们第四个就得到了最终的这个算法 就是把MPC跟我们的这个model learning结合起来 我们这样就可以把这个policy learning 跟这个model learning 跟optimum control这三者 然后一块结合起来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古迹这个环境模型 得到这个环境模型过后 然后我们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by propagation 我们知道我们cost function 就每一步都有一个cost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环境的FX 就用我们古迹数的这个环境模型 那么就可以通过来优化我们的这个实际 我们想得到这个policy 然后我们用实际优化的这个policy 然后来进一步来来产生新的data 放到这个dataset里面去 再我们就得到最终的这个模型 就是把policy learning model learning 以及optimum control 这三者一块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这个 基于环境模型的策略函数优化 这里我们怎么去参数化我们的这个模型 也是有一些讲究 就这个dynamics 用什么样的模型去拟合 也是有一些讲究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模型本身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global model global model 就是每个状态 它都是用同一个模型 那么可以直接用一个 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去拟合 那你和这样的global model 这样的神经网络 需要大量的data 你知道神经网络 它有很多参数 如果我们实际采到的这个状态转移的数据 并不够的话 并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global model 但它本身可能更具有表现力 另外一个模型的选择是我们可以用这个local model local model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个linear gaussian dynamics 但是这个linear gaussian dynamics它是随着时间是在变化的 就像是随着你不同状态 然后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模型 这样的linear gaussian model的话 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它是data efficient非常高 而且它也可以表达一个模型的一个不确定性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gaussian的一个模型 一个basian的一个模型 所以它对这个不确定表达是非常好的 但它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data set本身非常大的话 我们用每一个点 我们都需要去估计一个local model 这样就会有很多的这个local model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cal model 它如果它是这个time variant linear gaussian的话 它一个简单 我们可以定义成这个形式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状态转移概率 然后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gaussian的一个分布 然后它有个这个fx 然后这个fxut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linear dynamic system 这个linear dynamic system的话 我们对它直接算它的这个gradient 就直接可以得到这个local gradient 因为它是这个线性线性动态系统 那么直接local gradient 就直接可以估计出它这里面的参数at跟bt 得到这个参数过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这个linear gaussian dynamics 进行采样 就知道它下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local model是利用一个time variant linear gaussian的话 它是一个这样gaussian的一个 这个类似于一个这个gaussian process 就我们可以对这个模型 进行这样一个拟合 当拟合过后 这个proprietistic approximator model 然后它很好的一个好处 它会把它不确定的区域 然后显示出来 就这边最右边的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有些区域是有观测的 然后有观测点 然后那么它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不确定性就是5-0的 但是对于这些区域 比如说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并没有多少的观测点 所以它这里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对于这些区域 因为我们得到这个观测点是比较密集的 所以它不确定性是比较低的 所以用这个timevariant linear gaussian的话 它很好的一个好处 就可以对这个不确定性进行一个建议 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据这个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 是如何用在机器人应用之中去的 这里首先要讲的一个例子是 model based robotic object manipulation 一个叫Pico的一个算法 它这里是把这个算法 model based的方法用到了 廉价的机械币操纵之中去 这篇paper是发表在 ISS2011的一篇paper 它的一个setup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这种low cost的机械币 像这样一个机械币的话 它本身是误差非常大的 但是它也非常便宜 可能370块钱 然后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它这里control是利用了一个camera 就是第三方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摄像头 放在一个比较远的一个位置 它的目的是让机械币可以从initial state 然后到达target state 就是大进步的一个scenario 它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它这里的control的signal 就是大概是一个u 就是一个四维的一个向量 然后大致是决定了机械币 它里面有5个moto 它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状态的话state 它是直接从这个camera里面得到的 就直接是3D center就是物体 它的3D位置 所以它现在它policy的话就需要做一个映射 就是从它这个状态 depth camera 然后得到3D center object 然后到达一个四维的moto control的信号 所以它现在定义了它的return return是直接定义了一个cost function 就是它当前状态 在跟目标状态之间的距离 作为它的return 所以是一个比较密集的return 所以它这里提出了一个叫Pico的方法 Pico这个方法就是把gaussian process 作为了它的环境模型 它的system dynamics 所以它这里去通过学习一个gaussian process probabilistic gaussian process 作为它的dynamic model 得到了dynamic model过后 然后它可以通过system dynamics 进行一个优化 这样可以做一个policy improvement 所以它就可以在样本很少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Pico的实际的一个demo 它首先是在这个物理的一个carpool的环境下面测试 我们之前在虚拟的环境里面见过这个carpool的一个环境 它是通过左右摇晃这个card式的这个pool可以直立起来 加快一下 你看到第七次实验过后 然后它基本就可以站起来 你看到很快的 就大概可能不到10个trail 然后这个carpool的agent就可以学会怎么把这个东西然后直立起来 而且它本身也是非常鲁棒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ico低成本机械币的一个控制 它是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dapse camera 然后一个非常这种crappy的一个机械币 就非常便宜300个块钱就可以买到 它是希望让这个机械币能搭积木 大概30个chill的时候它就学会 因为它其实算是从最开始 就人给了一个积木 然后让它握住 然后到达一个这个状态 就像这样一个机械币low cost 机械币它存在这样非常不稳定这个过程 所以就需要这个算法 它本身对这个不确定性有很好的见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就把这个机械环境模型用在这个物体的机械 机械臂物体操作里 这个robotic object manipulation也是近几年 非常火的一个应用 就希望能把这个机械臂 然后来操纵不同的物体 这篇工作是311跟Pieter Bill的一个代表作 它是ECRA 2015年的Best Paper Robotics Manipulation Paper Award 然后它大致方法就是利用了这个local model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local model 就是linear gaussian controller 它利用了这个local model 然后加上这个ILQR来做一个控制 然后它这里在实现了一个guided policy 就通过这个local model产生的这个轨迹 然后来让这个训练这个global model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policy model 是本身是πθ 然后它是用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它这里是用local model产生的这个轨迹 来拟合它的这个global model 就大致它做了一个类似于imitation learning 这样一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得到这个linear gaussian controller 的一个结果过后 然后它希望去极小化它的这个global model的输出 跟这个local model的输出的这个distance 这样也把它之前的这个guided policy search 然后结合起来了 这里然后它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机械臂操作任务上面 都适用了它的这个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首先它是训练它的这个linear高圈controller 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这个controller 这种linear高线controller是在数据很少的时候 然后它是非常有效的 就很快的训练过后 然后它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把这个东西插入这个飞机里面去 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人物 然后两个乐高画组合起来 拧瓶子的一个 那种它学好这个linear controller过后 然后它把这个linear controller的这些知识 让一个神经网络来学 这个神经网络它自身就具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它可以做这个interpolation exploration这样的操作 然后可以让没有见到的状态都能很好的拟合过去 OK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具体阅读一下这个论文 也是Sergey的一个代表作 论文也写得非常不错 OK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基于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 就我们通过采集到的这些轨迹 不仅拿来学习了一个策略函数以及价值函数 我们也利用这些轨迹来学习一个环境模型 这环境模型它就包含了这个状态之间是怎么转移了 但我们得到这个信息过后 那就可以更好的来优化我们的策略函数以及价值函数 然后基于这个环境模型的强化学习算法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这个sample efficiency 它可以取得非常好的一个sample efficiency 这sample efficiency在实际的这个机器人应用里面是非常重要 因为机器人应用这个手臂一个是价钱非常贵 二个是它非常容易坏 所以需要更好的这个sample efficiency的方法 这半年其实也有很多新的这个model based的 reform learning的算法 比如说这个planet以及dreamer 就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去阅读 拜拜